大家好,欢迎来到幸福敲门,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,后面二姨家的大表姐带着她的丫鬟在疯狂找人呢。 我嘻嘻笑着看热闹,我娘三姐妹就大姨最有出息,嫁的是国公府的侯爷,生的表哥是炭花郎。 我娘和二姨就差得远了,这次二姨把她家的三个女儿都带了来,势必要让表哥娶一个。 表哥就跟进了狐狸洞的唐僧似的,表姐们个个都缠她的身子,皆是大表姐下药,名就是二表姐爬床,后就是三表姐摔倒在表哥身上。 大姨一点不怕的,她说表哥最有定力,绝对不会被雕虫小记给陷害了。 我本来讨厌我娘把我带来姨母家的,姨母成天地讽刺我们过得穷苦,说她自己多能干。 我耳朵受了罪,还要眼红她们过得这么好,我没那么想不开虐自己。 所以,看到表哥受苦,我心里就高兴。 我一高兴,我就给大表姐报信,我挥着手帕,想要吸引大表姐的注意。 表哥瞧见了我,我冲他翻了个白眼,想要大喊,然后他借力从岸边的石头那里一跳,就到了我的船上来。 船身剧烈晃荡了一下,我被晃得跌坐在小船的舱里。 我刚想开口,他就捂住我的嘴,把我带到船棚里去了。 我第一次和表哥离这么近,他的美貌太具有冲击性,我一时看呆了。 泛着红的冷白皮,波光练艳的桃花眼,挺翘的鼻,薄薄的唇,还有他按在我的嘴唇上的鲜长的手,带着细腻的温热感。 真不愧是探花狼,真不愧是姨母整天拿来吹嘘的表哥呀。 岸边还有人在继续找。 表哥一手按住我,一手拿着船桨,把船悄无声息地划到了藕花深处去。 姨母家有一片巨大的湖,正值盛夏,荷花开得茂盛,花枝长得高。 我们的矮着身子在船上,外面的人完全看不见, 等到了更里面,就更没人能瞧见了。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,因为这个清冷高贵的表哥,我还没怎么接触过呢。 我故意说,表哥,你不舒服啊,你怎么看到大表姐就跑啊,你们吵架了吗? 他把船桨往旁边一扔,喘着粗气坐下来,一把扯开了他的衣领。 大片又红又白的肌肤露了出来,我咽了咽口水, 又赶忙阿弥陀佛一下,我今年才十四,我哥哥们偷偷藏的春宫图我也看了不少, 表哥这身体是鼎鼎好森满整理的。 察觉我的视线,他屁腻着我,脸色不似之前在众人面前见他时那么清冷。 他声音带着牙,你不知道。 我装傻,摇摇头。 他猛地凑近我,呼吸明显带着船,我被你大表姐下药了。 知道什么是下药吗? 他离我太近,呼吸喷在我的脸上,我有点不舒服,脸上火辣辣的,想退, 然后我都靠在船舷上了,表哥还栖身靠近我。 我双手抵住他的胸口,避免他太近,紧张地说,表哥,我知道了, 现在表姐他们应该走了,咱们快回去吧。 不然,姨母该找你了。 她的眼睛突然就显得很深红,看起来跟中邪了一样。 而且她还跟有病似的,秀我身上的味道。 我都快被吓哭了,抬手给了她一巴掌,她被打得头一天。 我抖着手,表哥,你中邪了吧? 咱们赶紧回去找姨母给你驱邪。 说着,我就要爬出去,把船划走。 然后表哥就抱住了我。 表哥不是告诉你了吗? 不是中邪,是中药。 这药啊,会让人忍不住想,之后的事简直可以称之为惨烈。 我挣扎,哭求她急切地哄我,一边哄我,一边脱我衣服,求我帮帮她。 我帮她个大头鬼,我是想看戏,可不是想做主角。 但是表哥后来吻我,把我吻得晕乎乎的,她温柔又急切,长得又实在好看。 一个好看的人,人人都称之为榜样的人,突然就受性大发了,还在我面前坐小伏地,这极大的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 于是我没那么防备。 我和表哥成了在船上狗河的狗男女。 但最后,我们俩一身汗,我浑身都痛得不行,实在太累,睡了过去。 等我醒来的时候,我娘就坐在我床边,捂着嘴笑。 我娘直夸我半猪吃老虎,看着是个傻的,没想到这么精明,把最大的一颗白菜都给拱了。 我和表哥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,除了我娘,其他人没一个高兴的。 大姨觉得我高攀了表哥,耍手段,才嫁给表哥。 二姨觉得我抢了她的好女婿,我不享受他们的挤兑,天天出去玩。 我家本来在南方的,这次来大姨家,还是第一次来京城。 玩够了姨母家的大园子,我又去爬了好几处山,逛了好几个细园子,吃了好多好吃的。 我没怎么见到表哥了,估计他没脸见人了。 毕竟那天在船上拉着我胡来的人,和平时的表哥差距挺大的。 我爹很快带着我大哥,二哥,三哥全来了。 我爹还把老家的房子宅子卖了,说要来靠着表哥讨生活。 我爹他们住进了我表哥家。 我听到我爹这么说,立刻躲得远远的。 成婚的场面挺盛大的。 毕竟表哥既是探花廊,又是国公府的柿子,我真是高攀了。 表哥没中药的时候,就表现得正常多了,还是那个清冷金贵的翩翩公子。 新婚当晚,他都是规矩地躺在我身边,因为他说等我满了十六岁在同房,我太小了。 我有点点森星浩晚星浩整星浩里失望。 我发誓,只有一点点。 毕竟那天表哥弄得,我也挺舒服的。 我还想着他再稳稳我,抱抱我呢,不做那事,这总可以吧。 我刚凑过去,他就立刻说,你要是不睡,就去佛堂抄经。 我生气地卷起被子,留了个后脑勺给他。 我的日子没啥大的变化。 大姨家的人丁西伯,大姨一个儿子,三个女儿,女儿都出嫁了。 所以,国公府就三口人,二姨一家人走了,我一家人住了进来,现在总共九口人。 吃早饭一大堆人。 我看表哥直醋眉,经常不吃饭,就去当职了。 晚饭他也回来得很晚,小厨房就给他做碗面条。 我知道,他不喜欢人多,但我爹娘就是赖着不走。 姨母明里暗里催了很多遍,但他们不为所动。 姨母就来找我,让我去和我爹娘说,让他们出去住。 姨母又骂我, 昭昭,你和玉生成婚成得匆忙,我也没来得及教你规矩。 这女人啊,成了婚,就要以丈夫为天,试试为丈夫考虑。 玉生每天早出晚归,他讨厌陌生人。 你爹娘带着你哥哥一共五个人住我们家。 你说平时住个十天半个月,我就当在走亲戚了,也没什么。 但他们都住了两个月了,玉生现在干脆饭都不在家里吃了。 你说,哪家的岳父岳母是这样做的? 我捶着脑袋,如果他们非要不走,你也没办法,成婚可以,休妻也行。 你看着办吧。 我去找我爹娘,我爹正舒服地让丫鬟给他捶腿,我三个哥哥都不在家。 我说明了来意,让他们出去住。 我爹娘怒骂我过上了好日子,就忘了爹娘,也不看看是谁把我养大的。 我娘说,我是丈母娘,住我女婿家怎么了? 就是皇上来了,我也是这句话,丈母娘吃女婿,天经地义。 我娘还轻蔑地磕着瓜子,休妻,想得容易,我们是亲戚。 她以为你是她在外面随便娶的女人啊。 你又没出错,休个屁的妻。 从我爹娘那里,杀雨而归,我沮丧万分。 从下人嘴里听说,我大哥又去赌了,二哥依旧去嫖,三哥整日不是跟着大哥,就是跟着三哥,估计是想赌和嫖都张个边。 万万没想到,我本来以为自己捡了个漏,这下能享福了,屁股都没坐热呢,我的婚姻就岌岌可危了。 表哥每天都回来得很晚,但我每天睡得特别早,也没怎么见面。 就算有时候见面了,我和她说话,想依偎在她身边,和她培养培养感情,她也总拒绝我靠近,要我站有站向,坐有坐向。 我想和她说我爹娘和哥哥的事,她又不耐烦,她既烦这种事,又觉得这是家务事,是后宅的事,该她娘和我去处理。 本来夫妻间,肯定是在床子间能增进感情的,可是表哥又不碰我。 家里愁云惨淡,直到大哥的债主逼上门来,说大哥欠了他们五万两银子,要我们还债,听到五万两银子, 姨母差点被气晕过去,我也森星号晚星号整星号里,不敢再装傻冲愣了。 五万两银子,一个大户人家是拿得出来,但几乎能掏空整个家底了。 光着膀子的汉子,凶神恶煞道,贺兰大公子说了,他是国公府孤业的大舅子,跑得了和尚,跑不了妙。 你们就算是国公府,欠债还钱天经地义,这个理儿,就是天王老子来了,也不敢博我半分。 要是不给钱,那贺兰公子的胳膊,我们可就先谢了。 我娘听得腿一软,直接跌倒在地上,我爹呼天枪地,他们俩一起跪在姨母面前,求姨母救人。 我大哥狼狈地被人踹倒在地,灰头土脸。 他鼻青脸肿的,被人打得不成样子,一边哭,一边发誓他再也不赌了,求我们救救他。 大哥跪完姨母跪姨父,跪完姨父跪表哥,他本来想跪我的,估计看我比较废物,又转头求姨母去了。 大哥这套熟悉,祖父留下的家产,都是在他和二哥这么痛哭流涕的悔恨中做媒的。 说起来,我娘当初嫁的人家才是最富的,现在变成最穷的了。 姨母一家人的脸色黑得不像话。 最后,姨母先让账房值了一千两银子出来。 大发了要债的。 一千两银子,也是巨款,可以买一个宅子,也是一付一年的俸禄。 我觉得很愧疚。 我原来知道我家里有问题,我觉得他们都不好,但我爹娘心特别大,对我们也挺好的。 他们总说等哥哥们懂事了就好了,年轻人都爱玩什么的, 可是现在我都嫁人了,哥哥们的事情对我却有这么重大的影响。 表哥的脸黑得不像话,他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们一眼,然后回屋去了。 我爹娘还在哭,他们那样子真是丢脸,又狼狈。 表哥去了姨母的院子,他们肯定要商量这件事怎么处理,都已经闹到家门口了。 姨母这么爱面子,表哥的仕途才刚刚起步,他们不会想要经受任何损失和折辱。 因为我爹娘死疲赖脸住这里,姨母和表哥已经很不满意了,现在又出了这事,我真的很害怕表哥要休了我。 我原来没想过自己的将来什么的。 我爹娘是享乐主义者,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 祖父留有家产,他们生怕这些家产花不完,他们也没教过我怎么打算。 我原来觉得,我可能将来也就随便嫁个人,随便过过就算了。 但是嫁给表哥这么富贵的人家,表哥又这么有出息,将来他肯定更有出息。 而且表哥长得又好,和他做那种事,虽然刚开始有点痛,但是后面他都很,温柔,又挺舒服的。 反正嫁给表哥的好处那么多,我要是被休了,再嫁,肯定只能嫁给遭老头子了,还是那种续闲,家里一堆子女给我气瘦的那种,想想我就觉得未来暗无天日了。 我不能让表哥休了我,我得继续和表哥在一起,他是冰块连,我都无所谓。 我跑去找我爹娘,他们正在说话。 我爹说,幸好有了这么个亲家,三星浩晚,星浩整,星浩里不然,这次我们真扛不过去。 然后他们就开始骂我大哥,我大哥认错,但是听他的语气,就知道大哥死性不改。 我娘甚至在我爹骂大哥的时候,说,行了,他已经知道错了。 我爹就不说话了,他本来就不想骂人,我爹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 我推门进去,我说,爹娘,你们把钱拿出来还债,不能指望国公府。 我娘过来掐我,你这死丫头骗子。 嫁人了,胳膊肘就往外拐了是吧? 啊,谁把你养大,谁给你买好吃的好穿的,你就这么回报我们的吗? 我娘骂我,我爹就哭。 我爹说,家里没什么钱了,说大哥赌,二哥调,要不是家里被掏空了,也不会来京城,他也不想看人脸色,他原来还是威风得很的大少爷,现在却要,被女儿嫌弃。 然后,我爹开始数落我娘,说,要不是娶了我娘这个败家玩意儿,他也不会这么惨。 我娘和我爹互骂,说,要不是嫁了他这么个窝囊费,早吃香的喝辣的,不用看自己姐妹的脸色了,还说,我爹自己又嫖又堵,就是我爹把我们带坏的。 原来家里这种事,我都是不参加的。 我原来在老家有个奶娘,奶娘一直带我。 我上京城后,奶娘不想来京城,才不在我身边,原来奶娘都对我说,这是大人的事,和你一个小孩没关系。 但是现在这件事并不是和我没关系。 我发现我没法和我爹娘沟通。 我大哥,二哥和三哥会互相影响,在一起变本加厉,今天能是赌债,明天就能是二哥的嫖子。 表哥一定会后悔,娶了我。 而且,我爹娘现在这么吵,就算表哥不休我,将来我和他也有可能变成我爹娘这样,互相埋怨。 他骂我家里拖了他后腿,我骂他连我家里人的事都摆不平。 表哥那么光风即月的清冷公子,除了那天他中药,失了一态,我真想不出来将来他也像我爹这般窝囊费是什么样子。 我打了个寒战,我去了主院那边。 在门口,我也听到了姨父和姨母吵架。 姨父骂姨母,你非要显摆,非要把你妹妹都叫来,你看看出了多少事。 玉生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婚事,本来能找个对她仕途有帮助的岳父。 现在呢,你看看你三妹给你带来的是什么。 连她儿子的债主都能找到咱们家门上来了。 现在她这个岳父,不仅不能给她帮助,还使劲拖后腿。 今天是赌债,五万两。 咱们家有多少个五万两? 咱们家的名声在京城马上就要臭了。 姨母在哭。 她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,我无法想象她会哭。 我心里好难受。 姨母虽然嘴巴厉害,喜欢彰显自己,但她在财务方面没磕带过我们。 二姨家的表姐们走,每个都带了好多好东西。 我嫁过来,她虽然嘴上不饶我,但给了我顶好的镯子。 我的嫁妆不是很好看,她偷偷给添了五香。 婚后也没有特别给我立规矩。 姨父还森婉整理在说,赶紧把招招给修了。 这样的媳妇我们家要不起,多给她点钱也行。 我就是太放心你了,什么都交给你办,结果呢,你把家里弄成这个样子。 姨母道,不能让官府把那些放高利贷地抓起来吗? 一听她这么说,我心里又燃起了希望,国公府的势力绝对能把那些地皮流氓抓起来。 姨父气道,他们背后要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靠山,敢在京城开赌场吗? 敢来国公府要债,能不知道我们家的势力吗? 你有没有脑子? 多少富家子弟去输了个底朝天,哪个赖掉了他们的债? 他们瞄准一个人之前,早就打听清楚了对方的底细,才能让人越陷越深。 都是圈套。 姨母在里面哭,我在外面哭的时候,表哥出来了。 她看到我愣了下,随即面无表情地走了。 我忙跟了上去,表哥。 我声音哑得厉害,还带着哭腔。 她不理我,我跑过去抱住她的腰,你别不要我,好不好。 求你了,呜呜,表哥,我错了。 我,我惊觉,我在和我哥说一样的话。 她大力地分开我手,回了自己的院子。 我跟上去,她回了屋里,狠狠把桌上的茶壶扔到地上。 扔完了,黑着脸坐在凳子上。 我攥着手绢,不敢说话。 把你家的情况一次性说完。 你爹,你大哥,你二哥,你三哥,不要隐瞒。 她冷笑一声,我还不知道,我娘的亲戚居然都是这个德行。 因为我们在南方,确实来往得少。 我们家的丑事也遮掩得很好。 我不敢隐瞒,把家里的事都说了一遍。 最后,我哭着说,表哥,你别不要我。 我不想回家,我要是回去了,他们要是把我卖了怎么办? 我大哥疯起来,肯定会想把我卖了,还债的。 贺兰昭昭,那你觉得今天这样的事,以后还会出多少次? 你每次都要这么哭吗? 你的眼泪就这么不值钱。 我忙擦了眼泪,不哭了,说,表哥,你给我纸条明路吧。 我不知道怎么做,我和我爹娘说什么,他们都不听。 我只帮你这一次。 他看着我,要是还有下次,我就直接修了你。 他话里的绝情和狠心,令我很难受。 我知道不应该要他这么帮我,要是异地而处,我一次都不会帮。 以后你都要听我的,而且不准和你娘家有任何联系,你能做到吗? 表哥甚至要我写字句。 我写字句的时候,他就坐在旁边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 写了字句,按了手印,他收了,拉着我就走。 我也不敢问他要干什么。 结果表哥先去了主院一趟,告诉他爹娘这件事他会解决。 他爹冷哼一声,他娘不敢说话。 表哥去了我爹娘住的院子,他刚进去的时候,我爹娘还想给他摆谱,但是又止不住讨好他。 表哥让他们把钱全部拿出来。 我爹娘就说,没钱,还哭穷,哭惨,就岔在地上打滚。 森兴号碗兴号整兴号里,表哥让下人进来搜屋,还搜了我爹娘,大哥,二哥,三哥的身。 他们屈辱极了,骂表哥,要阻止家丁,结果被家丁按住了,还堵住了嘴。 从爹娘箱子里搜出了五千两银子,表哥拿走了。 我爹娘坐在地上哭天枪地,开始打滚。 表哥神色淡漠,问,你们要不要我帮忙解决你们大儿子的赌债问题。 一句话,让我爹娘止住了话头。 家丁拿来了纸笔,逼着我爹娘,大哥,二哥,三哥,写下了借句。 本来我二哥,三哥不想签字,说这是我大哥的债,关他们什么事。 表哥冷笑道,那这是大舅子的债,那些债主凭什么找我。 写了借句,表哥让人把他们都关了起来,又带我出门。 他去了当铺,抵押了他名下的两家铺子,借了两万两银子出来。 这两万两银子,还是当铺的老板看他身份才给借的。 一间铺子顶多几千两的价格而已。 拿到了银票,上了马车,他对我说,赫兰昭昭,我只能拿出三万两。 还有五千两是他自己的钱。 我咬着唇,那怎么办?要不把我大哥卖了吧? 他吃笑,卖去宫里当太监,也才给十两银子。 我鼓起勇气握住他的手,依偎在他肩膀处,轻声说,表哥,对不起。 我以后会对你很好,也会听你的话的。 你要是敢背叛我,我就把你寡成五万骗。 我打了个冷战,表哥没回家,而是带着我去了丞相家见司马公子, 请他帮忙和赌场的人调和一番,本金全部还,利息少一些。 司马公子生得风流倜傥,说话喜欢他奶奶来他奶奶去。 他说,他奶奶的,齐兄,你这光风济月的样子,还能认识赌棍?多大点。 包在兄弟身上,利息不要了,本金还回来就行。 表哥把他带来的礼送给司马公子,司马公子推了回来,哥俩好道, 齐兄,这么贱卖我生气了呀,记得欠我个人情就行。 改天喝酒,傍晚时,丞相家的下人就派人来让我们去赌场。 表哥让人把大哥,二哥,三哥都绑了去。 赌场很多穿着短打的打手,还有一个看起来长得很正派的豪气的男人, 但他的眼睛里全是精明和算计,一双眼睛能把人立刻看透。 他的手下叫他八哥,他是那天打了大哥,要大哥还钱的男人。 他们那里,有几个人因为没钱,被砍了手,挖了眼睛,让他们出去做乞丐挣钱。 还有的,被打得半死不活。 八哥对表哥很客气,然后他直接拿出了借据,都是大哥写的,总共借了两万两银子。 因为是高利贷,利滚利,短短几天,就已经到了五万两的地步。 八哥说,既然司马公子的发话了,那这个利息不收了。 还了钱,我们才回去。 回去以后,天已经黑了。 表哥让人把大哥,二哥,三哥都绑到了院子里。 我爹娘对表哥感恩戴德,看到表哥要绑人,一时有点森心浩碗心浩整心浩里愣住。 表哥微微一笑,道,岳父岳母既然带着三位哥哥住我家,就不能不守我家的规矩。 其家第一条家规,读者,占五十。 调者,占五十。 五十。 打五十棍下去,人都怕没了。 不死也去了半条命。 我爹娘大哭,三个哥哥吓得直跪地求饶,这比他们白天求表哥帮忙还钱要真诚多了。 我怎么没听说你们家有这种家规啊? 我娘哀好,你要把我儿子给打死啊。 我平时连手指都不舍得动一下他们。 表哥不为所动,冷冰冰道,家规是小续刚定的。 岳母这三个宝贝儿子,死了就死了,有什么大不了吗? 院子里很快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板子声。 没打一下,我都跟着抖一下。 我娘晕了过去,我爹瘫坐在地上,头发散乱,哭得双眼无神。 家丁没把他们打死,但三个哥哥都去了半条命。 第二天,爹娘就来找我辞行,还要拿回去当初的五千两银子。 他们提起表哥,又恨又怕。 我说我做不了主,等表哥当差回来再说。 我爹娘身子抖了抖,不敢再说什么,只说等表哥回来了,让我说说,然后要带着三个哥哥出去住了。 表哥难得回来吃晚饭,桌子上气氛很凝重,我爹娘他们也不敢来吃饭,只在自己院子里吃。 姨母和姨父看都不看我一眼。 饭桌上很安静,我给表哥加菜,他没什么表情地吃了,我松了口气。 昨晚回去,我想抱他,都被他推开了。 原来我想抱他,他都不会拒绝,只警告我别乱动。 所以我今天还是很忐忑。 吃了饭,我们回自己的院子,我看他换了身衣上,要去书房,忙跟在他身后,把我爹娘的话带到了。 表哥看我一眼,道,你说该怎么处理? 我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 表哥不是问我该怎么处理,他是要我表态,我要是敢向着我爹娘,表哥肯定会对我很失望,然后不理我,或者羞了我。 想到这里,我有点害怕,扑进他怀里,也不管他会不会推我,我死死抱住他,你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 我养着脑袋,看他,他生得比我高很多,他垂眸盯着我。 我熄熄鼻子,钱肯定不给他们了,他们还欠我们家一万五千两呢。 但我爹娘和哥哥不像话,姨母和姨父早就不耐烦他们了,还是赶紧把他们弄走吧。 他们有手有脚,就是坐垫火机,那也饿不死自己。 末了,我忐忑地问,表哥,你觉得呢? 第一,你应该改口叫我爹娘叫爹娘。 第二,他们欠我四万五千两,还没算利息,赌场是因为我的人情才不要利息,但是他们欠我。 第三,你爹娘和哥哥还不上这四万五千两的债,就要你来还。 他们肯定挣不到钱,我想都不用想。 我又没本事,我能挣钱。 表哥道,等他们把伤养好了再说。 我问,那我挣不到钱的话,挣不到钱,就三星号晚,星号整,星号理想。 难道你要一直混吃等死? 他扔下这句话,就去了书房。 我一个人在房间也无聊,就跟去了书房。 表哥和我家里人很不一样。 表哥闲暇时间在看书,练舞,喝茶,陪姨父下棋,陪姨母说话。 我哥哥们不务正业,只会往赌场青楼钻,在家里也是玩头子,看春宫图。 我爹娘不去赌场,但是也和邻居什么的赌,赌到饭都不愿意吃。 幸好我不喜欢赌。 表哥问我找什么? 我尴尬地说想找本画本子瞧瞧。 他瞪着我,现在还有心思消遣。 去看那里的书。 我一瞧,全是些食物的,包括各种作物的种植方法,收成和制作,还有一些农具的制作方法。 还有衣书,还有邮寄,邮寄还能看看。 跟着表哥在书房看书一个月,邮寄被我翻来覆去地看完了,其他书都是些很正经的四书五经,我看了没去。 最后找到本古籍,上面写了腌制水粉的制作。 我看得挺有兴趣,腌制水粉我也喜欢。 我鼻子还灵,立刻想到平时买的那些腌制水粉价格都很贵。 如果我能做腌制水粉,卖,那岂不是能赚钱? 就算不能赚钱,做来自己用也是好的。 我跑去和表哥说,表哥说我想做就做。 看书,买材料,然后按照工序一步一步做,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在第五天,我终于做出了我的第一盒腌制,正是上午的光景。 我拿着细腻的淡红色粉,轻轻抹在自己的脸上,清香细腻。 表哥上职去了。 我去找姨母,姨母因为我家人的事,最近都没精神,连门都不愿意出了。 她看到我过来,摆摆手,道,别来气我了,让我清静一下。 我说,娘,我来给您送腌制,您看这腌制,您喜欢吗? 她看了眼,道,挺香的。 然后试了试,道,哪家铺子做的,挺好的,让管家以后买这家铺子的吧。 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,快活地嗡了一声,然后一溜烟跑了。 她气得大叫,有点姑娘家的样子,要和长辈行礼再走,不能这么跑,气死我了。 晚上表哥回来,本来要先去主屋吃饭,我等在门口, 拉着她,就往我们院子走。 然后给她看我做的腌制,又抹在她手上。 她看了看她的手,明显更白了,更红润了,笑道,你做的。 看起来还不错,我高兴到,旗纸不错,今天我给娘看,她直接说以后买这个胭脂。 我还没告诉她是我做的呢。 表哥笑笑,捏捏我的脸,欠我四万五千两,要是你赚不回来,我就把你刮成一片一片的。 我撅着嘴,明明是两万两,那就把你刮成两万片。 她拉着我去主屋吃饭。 我抱住她的手臂,发誓,表哥,你别刮我,我会对你好,还会给你赚钱。 我开始每天做胭脂,表哥院子里的下人很听我话,我要什么都去买。 等我做了一百盒胭脂,表哥把她的一个铺子里森兴号碗兴号整兴号里的一小块地租给我。 大概就是一个梳妆台大小的位置,每个月收我五两银子的租金。 我问她,我们是夫妻,你为什么要算这么清楚? 至亲至书夫妻,你别想依赖我,啃我,你只能靠自己。 那我嫁给你干什么?帮助你认清,嫁人也不能混吃得死。 了解了市面上那些胭脂的卖价,我定了价格。 我把胭脂送到铺子里,掌柜的会帮我卖。 我的定价是每合胭脂一两银子。 其他我就不用操心了。 我又开始研究新的胭脂,再做些原来有的胭脂品种。 过了半个月,掌柜的来找我交账。 胭脂卖了八十盒,还剩二十盒,他要拿些新货走。 我的八十两银子还没误热,表哥晚上回来,先拿了三十五两走。 他简直是在挖我的心头肉。 他说五两租金,十两押金,二十两算是之前我花他的钱买材料的成本费。 我真想删他。 明明一副光风际月的样子,居然是个铜锈味十足的奸商。 没多久,我被打击得更甚。 我也好久没出门了,那天姨母心血来潮说带我去逛花卉。 在宴会上碰到一个小姐,她脸上用的胭脂就是我做的,我假装不知,就问她觉得胭脂怎么样。 她说胭脂挺好,就是卖价二两银子太贵。 我才知道,表哥的掌柜把胭脂翻了一倍卖出去,那他们赚了我两份钱。 我找表哥理论,他说,在商言商,咱们又没签器具,怎么卖当然是我说了算。 他还拍拍我的脸,逗小狗似的,招招啊,要学的东西还挺多的,你看看你一副要拼命的架势,要是在外人面前也这样,人家一眼就知道你在,想什么了。 我恨得牙痒痒,下人又来说要吃饭了,叫我们过去。 他抬脚要走,我立刻抱住他,把手伸他下面去,我看了那么多春宫图,不是白看的。 等表哥满脸通红,出了薄汉,叫我再快一点时,我松开了手,一溜烟跑到了门口,叫他快点去吃饭了。 他站在门口,手搭在门框上,生衣里带着咬牙切齿,贺兰昭昭,你给我等着。 吃饭时,表哥没什么异常,我给他夹菜,他也吃了。 回了院子,他洗漱完,去了书房看书,我继续琢磨我的腌制水粉。 到了睡觉时间,我抱着被子,翻了个身,后脑勺留给表哥,就睡了过去。 他吹了灯,破天荒从背后抱住我。 我心里一袭,以为他想通了要圆房,但又失落到,我今天来了月事。 他在我耳边轻声说,表妹手记了得,之前是表哥抱舔天物了。 我哥哥们身体好了以后,被表哥扔到了军营,跟着军队去了边关。 我爹娘差点哭死。 表哥认识大将军家的大公子,让他别手下留情。 我三个哥哥走的那天,一脸生无可恋。 我叫他们一定要活着回来,他们瞟我一眼,在边关那种鬼地方,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。 一三晚整理个少年将军拿着鞭子一下抽他们身上,骂道,他奶奶的,没吃饭啊,快走。 哥哥被打得跳脚,忙跟上大部队走了。 我爹娘租了个小院子住,我爹开始做卖货廊,挑些日用品和小孩喜欢的东西去京城周边的村里卖。 我娘拿起了他的绣活。 因为表哥说,哥哥欠他这么多钱,他当然要把哥哥扔冰营赚军饷,什么时候还清了债,什么时候就能回来。 所以我爹娘也开始拼命挣钱,时间一晃而过。 我的胭脂很快就在京城闻名,赚的钱购买一个铺子后,我就自己买了个铺子,专门卖我的胭脂。 姨母很快发现了我在做胭脂,卖胭脂。 本来以为她要骂我,没想到她还挺高兴。 道,我就说,我的儿媳妇不可能也是个废物。 开了铺子以后,姨母经常抹了我的胭脂和那些贵太太聊天。 然后给我带来了不少生意,到了后来,我铺子里一半的收益都是婆婆带来的那些贵妇买的。 她们年华逝去,不少人家里相公都宠爱小妾,夫人们就希望能在打扮上好看些,至少自己看着舒服。 我又弄了个新款的胭脂泥。 这个胭脂泥和一般的不同,这个是敷在脸上的,敷完之后肌肤晶莹剔透,仿若新生。 虽然效果不明显,但就是要不明显,才能一直有人要买,然后我就一直赚钱。 过十五岁生辰之前,我就赚到了两万两银子。 表哥看我的账本,道,嗯,那你赶紧还给我。 我把账本一收,你想得美,那是我哥欠你的,你找他要去。 他淡淡一笑,拿著书继续看。 自从开始做这个胭脂生意,我每天都累得很,忙得很,要做很多胭脂,然后还要去铺子里看看卖的情况,还要去别人的铺子看看竞争对手的水平。 我开第三家铺子时,去新铺子看生意怎么样。 在二楼时,就听到姨母在和几个夫人道,哎,我这媳妇啊,别看她现在这么能干,原来真是,嘖嘖嘖,她爹娘,把数十万家产都败光了,卖了宅子啃女婿。 我儿子读书人,怎么是无赖的对手。 我儿子那几个小舅子,真是要多魂有多魂,赌钱,逛青楼,输了家产,要我们帮她还债。 这是什么礼? 我当时气得皱纹都出来了,我家老头子,看都不想看我,我儿媳就拿了这个胭脂泥给我敷,那时我们都动了,要修了她的心思了。 她呀,用了自己,的胭脂,水灵啊,我们一看,也舍不得。 我用了她的胭脂泥,我家老头子也舍不得生气了,一晚上,折腾得老晚了,等姨母她们走了,我才下楼,请得掌柜正在喜滋滋地拨算盘。 看到我下来,立刻不笑了,义愤田英道,东家,您这婆婆真是太过分了,每次来都挤对您,要我说,谁能比您还会挣钱? 您啊,就是不,做奈国公府的少夫人,也能过得逍遥快活。 我笑笑森星浩晚星浩整星浩里,这几对能带来那么多银子,姨母说话跟单口相声似的,那些贵妇喜欢听她说,姨母一辈子顺利得很, 除了她儿子成亲这事,令她吃了个闷亏,能拿出来讲讲,还有什么好讲的。 我还没说话,就看到婆婆一脸笑意地进来,看到我,尴尬了一瞬。 掌柜的脸色很精彩,忙极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 我端了瓜果到姨母面前,道,娘,您尽管说,只要能稀,引他们来买胭脂,这算什么? 再说了,您说的都是事实,我根本不在意。 她脸色轻松了些,笑得像偷星的老鼠,道,哎呀,大家都喜欢听些八卦吗? 娘知道分寸的,我道,娘啊,你说得夸张些也行啊,以后要是这些事说完了,我们还可以想些新故事说说。 姨母和我坐在桌边,掌柜地给我们倒茶。 我神神秘秘地说,比如,表哥身体不行,但我用了我的胭脂打扮之后,他又行了。 姨母先打了我一下,称怪道,怎么这么说你相公,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你们现在根本没圆房。 我嘿嘿笑,道,表哥什么都好,就是腰不行,那得补补。 姨母心不在焉地说,显然还想着给我拉生意的事。 毕竟自从姨母经常带人来我的铺子,我就让掌柜的把姨母带来的客人花的钱专门寄了下来。 每个月月底,都会抽成十个点的银子,给姨母送过去。 她现在有自己的小金库,整天乐得找不到北。 表妹这么关心为父的身体,为父感到很欣慰。 表哥的声音突然响起,她撩起帘子,一派翩然地进来。 我忙起身,道,嗨,表哥怎么来了?来接你。 姨母走在前面,表哥和我跟在后面,出了铺子时,她在我耳边轻声道,你给我等着。 又是这句话,果然,晚上,我的求饶声逐渐被哭声取代,然后又变得支离破碎。 最后双眸失焦,感觉离断气不远了。 最后,我们俩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 我骂了表哥一句,禽兽。 表哥轻笑着赞赏我一句,身体不错,没像上次那样晕过去。 在浴桶的时候,他的声音音哑哑,所以,再奖励你一次。 春宫图骇人不浅。 三年后,我正在铺子里查账,门外忽然传来马蹄声。 店铺伙计热情讨好的招呼,哟,君爷,要买点什么? 一个大老粗的声音,震耳欲聋,找你们掌柜的。 听起来像找茬的。 我聊起帘子出去,三个人高马大,十分壮实的君爷,正大马金刀地站在我的店铺里。 他们精神气很足,再也不是原来那副没长骨头的样子,看起来坚定又阴伪。 我心里一惊,要是我哥哥变成了这样,又去赌河嫖,感觉表哥未必能治住他们呢。 我还在出神,大哥已经看到我了,一把过来,把我抱起。 道,小妹,你哥回来了。 不管了,还是先高兴了在三星号晚星号整星号里说。 我大笑,然后抱着他们问东问西。 他们三个刚开始去军营很不习惯,原来也是养尊处优的大少爷。 但军营可没人会心疼他们。 整日操练,挨打,身体越来越好,也开始一心渴望建功立业。 从小小的步兵,一路爬上去,变成了现在的小小将领。 我拉着他们回去。 但他们三个面色善善道,妹夫见我们肯定不爽,还是别去触他眉头了吧。 二哥道,妹夫心狠,小妹,这几年他没欺负你吧? 要是欺负了,哥就是拼了命,也去给你出气。 三哥道,妹妹,哥出息了。 你还是赶紧和他合离,免得受气。 我翻了个白眼,我受什么气? 人家高门大户的,娶了我,好好伺候我,吃香的喝辣的。 我原来有你们这群废物哥哥,人家也没修了我,就是给我气瘦,那我也无所谓。 以后整个国公,府都是我儿子的,我还在乎什么气不气的。 只有穷人,才把自尊看得比天高。 哥哥,我现在是个富婆。 我心里只有赚钱。 嗯,还有我儿子。 当然了,还有表哥,不过这种话,还是和表哥研究春宫图的时候说比较合适了。 哥哥们惊了一下,道,哟,你都有孩子了。 国公府又热闹起来,不过这次姨母和姨父是真的高兴。 我爹娘也自己开了个成衣铺子,总算是自力更生了。 三个哥哥也做了不大不小的将军,也算有了脸面。 儿子一岁多,在几个舅舅的怀抱里动来动去,好奇地摸他们的铠甲。 哥哥们见到表哥还,是有点畜。 不过他们还是正正经经行了一礼,感谢表哥当年把他们拉了回来。 不然他们现在要么是被断手断脚扔路上讨饭,要么就是醉生梦死在赌场或者青楼荒废人生。 表哥笑得云淡风轻,说当年的事情非得已,早看出来他们三个是人中龙凤,只是需要搓磨。 所以自己做了一回恶人云云,请三位大舅哥不要记恨之,累得,一席话,加上几杯酒。 他们很快推杯换斩。 我心里暗暗佩服表哥,看来表哥身上的虚伪和视力,我还没有学到十分之一,我以后还要更加努力才行。 晚上,表哥喝得有点多,我看着他飞红的脸,想起第一次我们在船上,那时他也似这般,好像突然就从清冷公子染上了凡尘似的。 他书弟睁开眼,看够了没? 闭嘴! 我恶狠狠道,今天你落在本寨主手里,本王要弄哭你。 这是山大王和玉面书生的戏。 哦,他笑得腰也放荡,别客气,来吧,大王,尽情享用我。 表妹昭昭虽然缺心颜子,却实在水灵漂亮。 这是齐玉生对贺兰昭昭的第一眼评价。 彼时,他们这对十多年第一次见的表兄妹,正齐聚一堂,听着长辈们聊天。 他娘问昭昭,昭昭啊,平时读什么书? 他想也没想,春归一梦。 大人们以为是一本讲书生、小森、心浩晚、心浩整、心浩理解情爱的画本子,觉得他有些不求上进。 他却知道,这本书是时下最火的艳情画本子,确实是书生小姐情爱,不过全是春梦。 不仅描述路股,还有大量的春宫图,所以卖得最好。 他当初翻了几页,就把这乌言晦语的画本子扔回了好友身上。 没成想,被一个十四岁的小丫头光明正大的说了出来。 小丫头说完了才想起来这是什么内容,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瞧瞧了蒙在鼓里的众人,又偷偷笑了。 恶作剧得逞的那种笑,他天天被那些表姐表妹的烦死了,经常到处躲。 有次他想躲到祠堂去看书,路上碰到了贺兰昭昭,他正拿着网扑蝴蝶,蝴蝶没扑到,自己摔了几个狗吃屎,看起来没长脑子的样子。 看到他,他惊喜极了,他叫他别出声,别告诉别人他经过这里,他一脸认真地映下。 然后过了一炷香的时间,那些表姐表妹全来了祠堂找他,把他气得够呛。 晚上吃饭时,他在三表妹的筷子下抢到最后一块狮子头,然后夹他碗里,表哥今日似乎心情不好,最后一块狮子头给你,别生气了。 他咬着牙,我不吃别人家过的菜。 他娘称怪地说,昭昭是小孩,也是好意,别拿你那副态度对他。 贺兰昭昭捶着眸子,一脸无辜脆弱可怜样,我没事的,姨母。 他又振作起来,看样子是懂事的样子,说,表哥不爱吃,我不勉强。 然后把狮子头夹回了自己碗里,看着委屈,实际上小嘴冻得比谁都快。 他中药那天,他又顾忌重施,想整他。 他也是被药迷了心智,又好像是因为他娘说贺兰昭昭,很快要回南方去了。 回南方去,那是很远的距离。 听说这次来京城,他不想舟车劳顿,不愿意陪他娘来,在家里还狠狠哭了一场。 要是回去了,岂不是更不会回来了? 他都十四了,胸前像小馒头似的鼓起来了,既有少女的灵动妩媚,又有小孩的缺心眼。 不知道哪个男人将来要把这么古灵精怪的丫头娶回家。 他心里不是很高兴,所以他跳上船,任由要力侵蚀自己的理性。 梦中那句惹他发狂的躯体就在身下,也是这个娇软的声音,比那更刺激。 表妹,他在心里叹息一声,满足极了。 婚后的混乱他实在没想到,他才意识到,婚姻不是那么美好,不过问题还好及时冒出来了。 整治几个极品亲戚不在话下,但他担心的是,本来就够傻得表妹,又在这样环境下来长出来,恐怕是什么都不会。 既然他除了懂春宫图,其他都不懂,那他就按照自己的喜好,随意往他白纸一般的人生里增添颜色。 怎么可以整天在家,什么都不做?怎么可以只想着靠他? 他那么可靠吗?怎么可以这么信任人,一点新颜子都没有,那给他个教训好了。 他变得很忙,但整天都充满了精气神,充满了新鲜森,新浩碗,新浩整,新浩理感。 遇到新鲜事,还要拉着他讲半天,最后把自己讲困了睡着了,迷迷糊糊的时候,又钻进他的怀里。 香香软软,又会赚钱。 这样的表妹,他真是捡到宝了。 他亲亲他的眼睛。 他在睡梦中,迷糊着嘟唠了一声,表哥。 还是当年那个缺心眼的小丫头的样子。 他真的,好爱。 好了,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观看。